旧教信仰是合理的信仰 大家好,我是大鸟 今天我要跟大家来从圣经里面来看 到底教会跟国家 它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有什么样的原则 可以来看这个关系 基本上我会从四点来跟大家论述 第一点,教会不应该去管理属于凯撒的东西 第二点,公民政府不应该去管理属于上帝的东西 第三点,一般来说 民事政府应该支持和鼓励教会以及真正的宗教团体 以及第四点,问题的产生 常常是因为当人们对某一件事情 到底是属于教会领域 还是属于国家领域产生分歧的时候 才会出现这样子政教关系的难题 这如果之前其中一个视频有跟大家谈的 当耶稣说凯撒的东西要归给凯撒 上帝的东西要归给上帝的时候 耶稣他确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原则 有一个领域的活动是在公民政府的权威底下的 而有另外一个领域的活动呢 是在上帝的直接权威底下的 这种区别让我们得出了两个原则 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一点跟第二点 第一点,教会不应该去管理属于凯撒的东西 这个原则它意味着教会不应该去控制政府的行为 对于这个观点的另外一个支持就是 在新约当中,没有迹象表明地方教会的长老 他在地方政府或者在全国的政府当中 他们有任何的责任 那一些政府官员总是跟新约教会的长老们是不一样的 事实上,在他传道的一个阶段里面呢 耶稣本人他也拒绝承担任何政府的角色 那有人就来找他 有人要他去裁决一场的纠纷 但是耶稣拒绝 在路加福音12章13节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耶稣怎么回答呢? 第14节他说 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世的官 给你们分家业呢? 耶稣他拒绝在一个没有分配给他的公民政府的领域里面 行使他的权利 如果教会不应该去管理国家 这因为中世纪的这些教皇 他们尝试要对君王来行使权利 甚至声称是有权去选择皇帝 那这些都是错的 这些事情的出现 是因为没有领会耶稣所讲的这种凯撒的东西 和上帝的东西之间做出一个区别 第二点 我们要看公民政府 他不应该去管理属于上帝的东西 这个原则就意味着 每一个国家他都应该允许宗教自由 通过这个原则呢 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信仰 或者去选择任何的宗教 那这个原则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当中 他就得到了保护 因为这个修正案呢 他就讲说国会是不得制定 关于建立宗教或者禁止自由行使宗教的法律 政府呢 他不应该去控制教会 这个观点的进一步支持 可以从新约当中 教会官员的选择当中找到 那第一批的这个使徒 他是由耶稣挑选的 而不是由任何的罗马官员挑选的 早期的教会 他不是任何政府官员 来选择了七个有声望的人 来监督向有需要的人分配食物 而是由教会里面自己来选择 保罗他也给出了长老和知识的资格 这些资格应该是由教会内部里面的人来评估 所以很显然在早期教会当中 政府无论是地方官员也好 还是罗马帝国都好 都没有参与任何官员的选择 这个是因为与旧约当中的以色列相反 教会的政府和国家的政府 它是不同的政府体系 他们对不同的人群有权利 有不同的目的 所以政府不应该去统治或者管理教会 也不应该侵犯教会管理他自己的权利 第三点 一般来说 民事政府应该要支持和鼓励教会和真正的宗教团体 虽然公民政府不应该去管理教会 也不应该提倡任何一种宗教凌驾在其他的宗教以上 但是要问的是 政府是否应该要对教会和一般的宗教给予支持呢 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问题 就好像有一些国家 他们就会选择到底要不要给教会一些免税的这样子的政策 只要任何的宗教团体呢 他都有机会利用这些福利 那么政府是没有不适当的去偏袒某一种宗教 而不是偏袒另外一种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那是可悲的是 今天的社会很多时候已经忘记了教会或者宗教对这个社会的一些健康 是健康的 是一个值得被鼓励的想法 第四点 当人们对某一件事情是属于教会领域还是属于国家领域产生分歧的时候 就会产生这种很难的政教关系的问题 有关政教关系的大多数真正困难的问题 都是在于到底这件事情是属于凯撒的东西 还是属于上帝的东西的这种冲突当中 在古代教会初期教会的时候 政府认为向凯撒的雕像来鞠躬 并且作为神向他来宣誓效忠 是政府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做得对的事情 就是讲他们应该要这样子做 向凯撒下拜是属于凯撒的事情 但是早期的基督徒认为 当你去向凯撒鞠躬或者拜的时候 他认为这一个是不对的 他认为这一个是在强迫他们进行偶像崇拜 他说这个不是凯撒的东西 这个是属于上帝的东西 所以许多早期的基督徒 他为了这样子的信念而死 当然我认为这个信念是对的 政府没有任何的权利来命令 任何人去崇拜任何的人或者所谓的神 然而一些情况 比如讲在耶和华见证人那边 他们传统上他们就反对输血 或者反对当兵 讲这个是一种宗教信仰 那可能就有一些casue 就是政府他会不管 这耶和华见证人的父母的反对 那强行要求输血 比如讲要救他们的孩子 救一个年幼孩子的生命 理由是为了要保护这个孩子的生命 而不是关于崇拜 或者关于教会活动的这样子的问题 那当然这个理所当然是属于公民政府的范畴 宗教自由它并不能够免除人们去遵守一个社会 所有成员都必须要遵守的普通和道德上的良好法律的义务 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需要更好的去思想到底它是在哪一个方面 它是属于上帝的东西呢 还是属于凯撒的 所以总结政教之间的关系应该持有什么样的原则呢 首先教会它不应该去管理属于凯撒的东西 而凯撒呢 公民政府呢 也不应该去管理关于上帝的东西 而政府它是应该要支持和鼓励教会和真正的宗教团体的 以及第四点 当我们遇到这些政教难题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对某件事物到底是属于哪一个领域的分歧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一个方面来进行更多的思想和理解 所以今天我就想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点击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